在一陣你來我往的攻防交戰後 由來自屏東霧台的八人艙 拿下開賽首場勝利 由原委會主辦的第十九屆 全國原住民族行政盃 捉球警標賽 二十號在台東縣立體育館開打 現場球員各個卯足全力迎戰 繼而來自全國四十三支隊伍 超過六百位選手同場較勁 對方的球技也是不錯的 因為球是圓的 不知道什麼時候都 誰贏誰輸都還不清楚 這個也是交流 不要贏太多 他每天四點以後 四點半都在公所樓上 積極的練習 希望說能夠在這次比賽 能夠得到一個好的成績 這次比賽包括男女之組 單大跟雙大 還有團體 機關首長 以及議員等組別 於綠彩 五局 三勝是一分制 原委會希望透過桌球運動 除了促進各機關同仁 情感交流 也藉此推銷地方觀光產業 而主委一將把路兒 也現場拿起球拍 與台東縣長進行一對一 開球儀式 我們希望透過這樣的比賽 讓我們平常非常辛苦 從事嚴重民主行政的 我們各行政機關的同仁 利用這個比賽做一些交流 然後也讓自己運動運動一下 讓我們的整個身體會更好 我大概也參與了大概五六屆 我覺得還不錯到各地去 等於說跟大家交朋友 那順便了解一下地方民情 我們去年是冠軍隊伍 對 那今年的話真的是帶著這些新秀來見習 對 所以我們現在是 今年我們是用見習的心態 然後來學習 刺激我們回去再豐厚餘意再回來這樣 北界比賽一連舉行三天 無論年長或年輕的公職人員 都下場揮拍以求會友 而揮場外也特別展授 台東各部落農特產品 歡迎民眾一同到場 為選手們加油 維持新聞的錄台幕式採訪報導